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突发》节目 今天我们要关注几个引人注目的新闻事件 首先,俄罗斯总统普京威胁要向西方敌对国家提供武器 以回应乌克兰使用长程导弹攻击俄罗斯的行动 普京表示,如果西方国家继续支持乌克兰 俄罗斯将保留向其他国家提供同类型武器的权利 这一举动可能会引发更大的国际紧张局势 与此同时,乌克兰对于其飞行员在F-16战斗机上的训练速度感到沮丧 并呼吁美国及其盟友加速训练进程以应对未来的战斗需求 其次,我们来看看一位南韩影后金高银 她因在电影《Exuma》中出色的表现 而获得了第60届百享艺术大奖的最佳女主角奖 她的北京腔普通话让中国影迷惊艳不已 金高银的演技自然且直观 这使她在影迷中备受推崇 此外,她拒绝被定型,勇于挑战各种角色 这也让她的演艺事业更加多元化 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澳洲果农的困境 由于超市如Walworths和Coles 转而使用来自中国和南非的水果 澳洲本地的果农感到心碎 这一变化导致澳洲最大的水果加工商 SPC大幅削减了对本地桃子和梨的订单 这对本地果农的生计造成了严重影响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独立报》 普京威胁向西方敌人提供武器 回应基辅对俄罗斯的袭击 普京在圣彼得堡的年度经济论坛上表示 如果西方国家继续允许乌克兰使用长程导弹攻击俄罗斯 俄罗斯将向能够打击这些西方国家的敌人提供同类武器 他还警告称 俄罗斯准备打击任何被派往乌克兰训练基辅士兵的法国军队 称他们是合法目标 同时 乌克兰对F-16战斗机飞行员训练的速度表示不满 指出按目前的速度 直到2025年底才会有一支完整的F-16飞行员中队 乌克兰空军在一夜之间 击落了俄罗斯发射的18架无人机中的17架 其中包括在南部的尼古拉叶夫地区击落的8架无人机 俄罗斯的攻击还导致赫梅利尼茨基地区的一处基础设施起火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普京警告称 俄罗斯可能向国家提供长城武器以打击西方目标 普京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期间 与国际记者面对面会谈时 批评了美国和德国最近允许乌克兰使用其提供的武器攻击俄罗斯的决定 称这可能导致非常严重的问题 他重申 如果看到对俄罗斯主权的威胁 莫斯科准备使用核武器 普京还声称使用某些西方武器 涉及这些国家的军事人员控制导弹和选择目标 因此莫斯科可能会在世界其他地方采取非对称措施 美国军方则表示 他们不控制提供给乌克兰的导弹或目标 南华早报 中国星座运势 2024年6月金马月的健康 事业 财富 和旅行预测 中国星座基于阴阳五行和十二生效 遵循阴阳力 金马月从6月6日到7月5日 代表行动和运动 这个月适合积极主动 马象征着我们的生命能量 越活跃 运气和机会越多 马月出生的人热爱艺术 马时出生的人不喜欢封闭环境 适合与人互动的职业 6月的运势预测 鼠要优先考虑健康 牛运气好 虎抓住机会 兔子清理杂物 龙避免激进销售 蛇注意时间敏感事件 马是你的月份 洋房食物中毒 猴子不要投资 鸡注意情绪波动 狗注意现金 猪避免高风险投资 悉尼陈锋报报道 澳大利亚的灌装水果种植者 因最大的加工商削减订单 而感到心碎 SPC公司在维多利亚州的戈尔本股 已经有超过100年的历史 但由于消费者对价格更敏感 超市自由品牌产品的需求增加 导致使用来自南非和中国的进口水果 SPC决定减少桃子和梨子的订单 预计到2026年 才能恢复正常水平 尽管如此 SPC品牌的灌装水果 仍将是100%澳大利亚种植的水果 Walworth和Cose的自由品牌灌装水果 部分使用进口水果 这使得当地种植者如Max Wright感到不公平 Walworth表示 他们引入了使用SPC水果的新灌装产品 但一些较小的灌装水果 仍将使用进口水果 南华早报报道 乌克兰战争推动了对韩国武器的需求 Honwell Aerospace公司 成为了全球防务市场的重要参与者 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 Honwell的年度武器出口收入增长了11倍 达到11亿美元 战公司总武器销售的26% 该公司不仅计划开发第六代战斗机的引擎 还继续专注于传统武器 如自行火炮 装甲车和坦克 Honwell的复兴 反映出全球防务产业的一个空白 美国和欧洲的制造商 转向战略武器和精确制导弹药 而许多国家发现这些系统过于昂贵 或需要广泛的再培训 Honwell的传统武器 因其较低的成本和快速的交付时间 而受到欢迎 尤其在波兰 埃及和英国等国 悉尼陈锋报报道 澳大利亚绿党 因在加沙冲突中的言论引发争议 上周五凌晨 两名戴黑色头套的男子 破坏了联邦工党议员 Daniel Milino的选区办公室 并在办公室前 喷涂了倒置的红色三角形 这一符号被视为哈马斯的标志 绿党领袖Adam Bent和他的党派 被指使用煽动性语言和虚假信息 来达到政治目的 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斯 在议会中斥责绿党传播错误信息 并呼吁停止煽动紧张局势 Bent则反击称 政府在袈裟冲突中共谋 并指责工党没有呼吁停火 尽管绿党没有直接鼓励暴力或破坏 但他们的言论被认为 助长了选区办公室的袭击 警方报告显示 针对澳大利亚政客的威胁和骚扰显著增加 警告各方停止使用煽动性语言 南华早报报道 韩国女演员金高寅 近日在第六十届白响艺术大奖中 凭借电影XUMA 荣获最佳女主角奖 并在中国粉丝中引起热烈反响 32岁的金高寅 以其自然直观的表演风格而闻名 并因其北京口音的普通话 在中国影迷中颇受欢迎 1994年 4岁的金高寅 随家人从首尔搬到北京 并在中国生活了10年 这段经历 让她对电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她在2012年 凭借电影《银娇》出道 饰演一名与70岁诗人 发生禁忌恋情的17岁高中生 这一角色让她一举成名 金高寅不愿被定型 挑战了各种角色 包括发展障碍女性 孤儿帮派成员和萨满等 最终在Exuma中凭借萨满角色 获得2024年百想艺术大奖 她在2016年的电视剧《奶酪陷阱》 和《孤单又灿烂的神》 鬼怪中也取得了巨大成功 成为亚洲家喻户晓的明星 金高寅的粉丝们 称赞她的青春美貌 并将她的事业 与中国女演员汤维进行比较 认为她们都在韩国影坛 取得了辉煌成就 南华早报报道 中国新疆地区和土耳其 同意加强反恐合作 这是安卡拉12年来 首次访问新疆 土耳其外长哈坎·菲丹 访问了乌鲁木齐 与新疆党委书记马兴瑞 和新疆政府主席 尔肯·土尼亚兹会面 马兴瑞表示 恐怖主义对新疆社会稳定和安全 造成了巨大危害 愿意与土耳其加深合作 共同打击分裂主义 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 菲丹表示土耳其和中国 应共同努力加强反恐合作 并在贸易、农业和民航等领域 取得新进展 菲丹强调 他在访问中观察到了 发达的城市设施、社会繁荣 以及各民族文化和语言的良好保护 并表示安卡拉不支持 或参与利用民族问题 进行的反华活动 土耳其长期以来 是逃离新疆的维吾尔人的避难所 土耳其政府曾拒绝引渡一名 被中国指控 在新疆进行恐怖袭击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 ATIM关键人物 这引起了北京的不满 菲丹访问期间 还参观了被侍卫 维吾尔文化摇篮的 喀什并参观了著名的 11世纪突厥诗人 尤素夫、哈斯、哈吉布的陵墓 和新疆最大的清真寺 艾提嘎尔清真寺 此次访问旨在吸引新疆企业 在土耳其投资 并显示土耳其的外交政策 相对更加成熟稳定 南华早报报道 台湾集体电路制造公司台积电 在全球芯片股狂潮中价值飙升 市值一日内增加了一兆新台币 300亿美元 达到新台币23兆元 这波涨势受到人工智能 AI的推动 AI已成为各行各业的重要颠覆力量 台积电的台北上市股票 上涨了5.3% 达到新台币899元 创下1994年上市以来的最高纪录 这次涨势 使台积电成为全球市值最高的公司之一 与Meta平台和巴菲特的伯克希尔 哈萨维公司并列 台积电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魏哲嘉 本周早些时候强调 AI发展是推动行业复苏的关键因素 并重申 2024年 全球半导体市场将增长10%的预测 台积电宣布了一项173.6亿美元的资本支出计划 将用于安装和升级先进技术产能 及建设新的半导体生产设施 台积电还计划回购325万股股票 以抵消员工股票奖励计划发行股票的稀释效应 悉尼晨报 上周在新加坡香格里拉酒店举行的 第21届香格里拉对话会 吸引了来自全球的政治领导人 国防部长和高级军官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意外现身 支持下周在瑞士举行的和平峰会 但他对中国的尖锐批评 揭示了基辅对北京的不满 尽管中国声称在冲突中保持中立 但泽连斯基指责中国与俄罗斯合作 延长战争 并试图通过外交手段 阻止其他国家参加和平峰会 会议上没有台湾政府的正式代表 尽管台海局势是讨论的关键问题之一 台湾的身份认同问题 复杂且重要 尤其是在面对中国日益加剧的统一压力时 许多台湾人 如公共服务人员苏昌 经历了身份认同的变化 越来越多的人 仅认同自己是台湾人 但大多数人不支持正式独立 因为这可能引发战争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 阿德莱德警方 在一名41岁男子的家中 发现大量涉嫌被盗物品 包括20个集装箱 马车 四驱车和卡车 警方还发现了毒品 和一个秘密实验室 警方表示清点这些物品 需要几天时间 并请求公众 帮助识别这些被盗物品 主要检察员安德鲁 麦克拉肯说 警方已经开始识别 并归还部分被盗物品 但怀疑有很多物品 尚未被报告失窃 或难以识别 警方在一个集装箱中 发现了大量冰毒 和一个秘密实验室 该男子被指控贩卖受控药物 持有规定设备 盗窃和非法占有 他已被拒绝保释 将在伊丽莎白地方法院出庭 英国广播公司南威尔市消防 和救援服务的文化问题 引发了政治委员会的调查 发现消防当局未能有效治理 信任被破坏 临时消防局长斯图尔特·米林顿 正面临欺凌指控的就业仲裁 威尔市政府表示 将认真考虑调查结果 并进行治理改革和文化改进 委员会主席珍妮·拉斯本 敦促威尔市政府采取激进措施 恢复员工对工作场所的信任 调查发现 南威尔市消防和救援服务存在性别歧视 和艳女文化 威尔市政府任命了四位专员 取代消防当局 但米林顿的任命 引发了消防员的不满 委员会建议改革消防当局 并引入外部经验和人员 来改善组织文化 南威尔市消防和救援服务的首席官员 申请已于上月结束 美联社报道 密歇根州利沃尼亚市 一场突如其来的龙卷风 袭击了底特律郊区 导致一名幼儿死亡 其母亲重伤 龙卷风没有任何预警 国家气象局也未能提前发出警报 风暴掀翻了一棵巨大的树 树砸穿屋顶 落在一名妇女 和她两岁的孩子睡觉的床上 救援队花了近一个小时 才将屋顶和树木一开 幼儿当场死亡 母亲被送往当地医院抢救 两周大的弟弟 在另一个房间的婴儿床里 幸免于难 市长莫林·米勒·布罗萨南表示 这是社区的巨大悲剧 心情沉痛 国家气象局确认 这是一场EF一级龙卷风 风速达95英里每小时 路径超过5英里 造成树木连根拔起 和房屋损毁 马里兰州蒙哥马利县 也遭遇龙卷风 导致5人受伤 其中一人伤势严重 救援人员不得不逐互检查 居民是否需要帮助 日本时报报道 三岁的朱洋洋 如今像普通孩子一样 开心地叫妈妈和爸爸 还能准确说出颜色的名字 而几个月前 她还是完全听不见声音的龙儿 朱洋洋是5个通过新基因疗法 恢复听力的孩子之一 这项临床试验 由中美研究人员联合开展 为那些因罕见基因突变而失聪的孩子 提供了新的希望 朱洋洋的母亲常依依说 去年9月治疗后3周左右 她发现洋洋能听到敲门声时 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BBC报道 成千上万的人 预计将参加即将开幕的 皇家康沃尔展览会 这个为期三天的活动 将在维德布里奇附近的皇家康沃尔活动中心举行 2023年约有11.8万人参加了这个展览 组织者表示 自1793年以来 该展会一直在展示康沃尔农业的最佳成果 并支持该行业的繁荣和创新 展会包括各种农业活动 摊位和娱乐项目 警方提醒司机 由于参加活动的人数众多 可能会导致当地道路拥堵 建议参观者提前规划回城 19岁的乔治亚·斯努克·贝维斯 首次参展展示纯种赫里福德牛 他表示非常兴奋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doo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